天气那么热 刘海真的非常容易塌 那今天就想给你们分享三个 解决刘海出油扁塌的小妙招 第一个 睫毛夹夹刘海 这个方法我好早好早以前就分享过了 就把睫毛夹倒着这样子 刘海一束一束地放进去夹 它就可以有卷翘的效果咯 而且睫毛夹的体积比较小 放在包包里也很方便 除了可以让你拥有卷翘的睫毛以外 它也可以让你拥有卷翘的刘海哦 第二个方法 你只需要有一张面纸就可以咯 夏天的刘海如果油了 还可以用面纸顺便擦一下头发上的油纸 然后就把刘海像包卷饼一样 给它卷卷卷包起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刘海比较厚的话 那你就分成两处或者三处去包它 卷好之后用个小夹子给它固定一下 然后再等上个一两分钟吧 给它放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拥有一个卷卷的迷人的刘海啦 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女生的包包 就除了可爱什么都放不下 所以面纸中随手就可以拿到东西 还有夹子你包括你拿妈妈的亮衣夹都可以哦 第三个发根夹卷筒 这个小夹子呢我之前有分享过 我觉得中峰的妹妹一定要拥有一个 它就可以让你的发根比较立起来 然后显得履顶比较高一点 比较有空气感会塌在头皮上 那因为它是比较小的卷筒 所以用它来卷转一点的刘海呢 很快时间它就可以让你有一个很蓬松的卷度 所以只要一块块然后给它拿下来就可以卷度很漂亮啦 这个也是很小一个放在包里也不会占地方 而且卷下刘海夹下发根都很好 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种夹出来的效果呢 我觉得哪一种都很适合急救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陈一一个平平武器的发型小天才 那就这样咯 bye 记得三连哦